HELLO 各位早上 来到9月25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开市追渣姑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泰豐东方资本基金经理朱俊文朱sir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朱sir 早上大家好 我见到上星期港股 星期五突然反弹 从上升到18,000元 美股继续受压 究竟今天星期大市的焦点有什么要留意呢 首先香港这一边 就今个星期是期结 所以走势可能会相对比较波动一点 但是预期大概波动完之后 大概在这个范围里面去结算 就未必较到太高的水平 而再之外 我们自己本身的因素就是有11场假期 中国外边没有市 但是又不会因为中国那边没有市 就觉得香港那边没有波幅 因为正正相反地 香港很多时候在没有北水的情况之下 倒转是趁没水来 就反而用少许钱就控制到指数 然后有个胆变性的小手势都不顶 美国那边就继续注意一下 任务调整 因为图形也是连续调了三下之后 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 特别要注意一下市场对于是 息率中枢上升这个负面的因素 继续要发烤多久 是 稍后会再和朱sir详细谈一下 怎样看外围的 现在的变动 即是港股 大家有什么国别股票疑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明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的表现 美股星期五就反复走低 联储局议息之后 联储局官员四出演说 态度继续偏应 加上债务上限谈判未有进展 而美国大型汽车工会罢工都持续 美债息高企 和美会继续升 都压抑着股市表现 道指回升不够100点 之后倒跌回 收市跌106点 报33963点 纳指跌12点 报13211点 标志跌9点 报4320点 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升到大约4.51 2007年高位 之后小幅回落 美会指数一度升到105.78 而日本央行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立场 日元回回10个月低位 曾经跌0.6% 焦点美股 MATESLA上日跌超过4% 新机iPhone15开始发货 苹果股价一度反弹1.8% 收市升幅收窄到0.5% 而META升大约1% NVIDIA回升1.4% 接着看焦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给港股升0.5% 自宣布86.32 腾讯自宣布311.01 给本港收市跌0.8% 网易和京东跌超过1% 而汇丰控股ADR自宣布61.8.5% 给本港收市价升0.7% 友邦和港交所跌0.6% 比亚迪跌1% 小朋友跌近4% 今早外围市况 道指期货暂时回稳 34259点升27点 纳指期货跌稳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个别发展 其中日本股市升0.2% 日景平均指数32470点升67点 南韩市跌0.3%左右 澳洲市跌0.5% 新西兰市跌0.3%左右 至于港股方面 可以看看黑企的表现 如是今早做港股初段 可能未必可以再弹 黑企一定是四十几点 先和朱sir谈谈外围一些新消息 美股刚才朱sir一开始都说 可能都有一些压力 上星期道指累積跌了1.9% 标指和纳指累跌2.9%至3.6% 上星期当然的焦点就是 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 大家对于利率更高 而且更久 这个趋势更加确立 星期五看回 其实那些储局官员都到处去说话 例如联储局理事鲍曼 和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 都有提到对抗通胀工作未完 联储局仍然会继续加息 包含曼更加暗示 可能加息不止一次 市场解读就觉得 联储局是否都会继续放鹰呢 今个星期当然会看PCE 联储局视为通胀指标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预料核心通胀可能会转一步回落 市场估计8月份 PCE的物价指数 按年升幅就过大到3.5% 但核心PC的按年升幅 是会由7月份的4.2%回落到3.9% 我想问一下朱sir 通胀似乎应该会呈现一个回落的趋势 联储局现在的派鹰 所谓的放鹰立场是否真的呢 还是纯粹是吓吓市场呢 首先在整体通胀的数据里面 其实是有机会在第四季度 进一步地回落的 是有一部分的指标 另外有一小部分的指标 倒反过来可能继续坚挺 变成两者是对冲 或是对冲 最主要就是如果在下降 在第四季度 有机会是一些服务业 或者是一些和旅游相关的 例如说车费、机票等的价格 就有机会稍微回调 因为经过了很激烈的 特别是欧美那边 所谓的暑假 很多人应该会出油 变成了在那方面 就一次性释放了所谓旅游 或者是太久没有出门的一个需求 但是消耗完之后 那是不是说去到第四季度 例如有些假期 例如Christmas那些 是不是又再次回来呢 其实也是有待观察的 畢竟除非每个人都这么有钱 否则也是消耗完又消耗 例如香港人去旅游 没理由每个月都去日本 每个月回家鄉一次 去完之后 可能一年半左右都不回家鄉 变成了类比的情况也是一样 这边可能会输不回 但是在油价的角度 我们短期都见到很难回调 很老实过意 是一个很完美的demand 和那个supply 两边都互相是有利油价的 再加上今年的冬天 又不知道要看天的定数 又不知道它本身会特别寒冷 还是怎样 那你就知道天气一 特别寒冷的时候 无论是煤炭 天然气和油价有乘机 不升也会相对很硬停 变成了油价现在是回10元 或者15元以上 那个机会率是 坦白说是非常之低的 你倒下来有点点求它 不要过分你刺激 而是升穿100元 因为当一升穿100元 那时市场 也会自然price in 对通胀 普通通胀提升的势头 变成了整体里面 我们看到联储局里面 是要控制通胀 其实是有一段道路要走 而且它是非常之提防 稍微一放松 然后令到整件事又反弹 一弹完之后 要再按下去 就万分地困难了 所以也看到联储局 其实整个态度很明显地 是非常不愿意放松的 变成了整体编英的所谓的 立场也是极大机率 是起码去到夏年的可能年初 它都是真正如点阵图所说 是保持这样的了 这一件事是对于美股本身的影响 就真的很视乎美股 究竟在当时那一刻 在估值上 或者是以累升点数里面 是相对高还是相对低 那现在大家不需要 对估值有很大的学问 用一只肉眼看一看 图表人的低位升了一大截 现在怎样回都好 其实现在还有所谓 名义上万三点的水平 如果纳斯达的指数 大家记得年初 聚地狱那一刻 差过几百点 就跌出了一万 那你想想 103升到现在 我当现在是132 133 445 就当它是三成 因为一万点边上三千点 就是当四四五 就是三成 三成的升幅 大家可能还不太习惯 纳斯一万点 松低的基数 所以你会觉得是几千点 但是问题是 你知不知道 如果是化作数学百分之一的角度 是等于我们香港的股市 譬如 例如 股市股市高低的话 毁灭性坏心 譬如升级金融海啸 除非是这样 否则来说 其实股市的所谓正面 或者负面对一件事 譬如联署局这件事 其实很视乎 真的它已经累积了庞大升幅 不是看淡的 是不停地跌 然后跌到前面的低位 基本上我们就是说 在这么多季度里面 经过这么多钱的加息 其实大部份是精英的企业 或者是MegaCap 例如科学股 或者传统类的股份 他们的盈利的银性 我们可以体现到 仍然是相当之强的 再加上 美国也有很多企业 真实地对于利率的反应 业势的负面性来说 是真心低负面性的 例如打个无聊的比喻 一听就明白 你一厘息和五厘息 难道你喝可乐又会少了四倍吗 难道你明白什么意思 你据了反三便会明白 变成了企业 其实在盈利里面 如果仍然能保持到的话 你最多是因为 十年期过产高企 令估值稍微回调 人家回调到某个谱 人家也是会卖上去的 如果说美股 最重要是看着颜色 其实除了利率 就是最近市场 都有一点趁消息借势调整 包括美国政府又再陷入了 就是停摆的风险 久不久又有 现在最新就是 好像两党都未有共识 那部款法案的僵局 共和党现在计划 推加勒的削支出方案 还有大家关心 就是汽车工人有大把工 你看这些是一些短暂的困扰 应该未必会进一步再化效 我相信也是一个短暂的困扰 因为在经过长年利月里面 我们说在大概十几年前 2010或2011年 第一次遇到两党停摆 摆这些闹 玩到真的最后那一秒 更好看 其实是生死是畜 最后又没有了 然后就簽了 然后在十几年时间里面 其实有时两党 可能大家有时间关心好些 那时候就不玩 如果大家关心不好 那时候就玩懶惰 但是怎样玩也好 不会玩到它勒兴了 就是销断一条线 销断一条线就是说 去到限期的时候不签 或者是美债 然后就是Default 没试过玩过 那么激烈 亦都相信没有政党 会够胆背得起这样的罪名 就是你这些债券 你明明有很多钱还得起 你特意说我盘给 我是不还 那怎么办 那没有理由这样玩的 OK 那变成了我们就是说 但是当然了 它最后不会这样玩 还是最后不会这样玩 但是在新闻面层面里面 可不可以借这件事件 去发敲 美股再一步去怼下你 抖下你 玩下你 吓下你 让你抛 其实是绝对是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在整体的美股里面 是连续跌了三天之后 在图形里面 是开始是一浪高一浪 是变成了一个顶 是低于一个顶 而每一次跌穿了 也是跌穿前面的指浪 那些价位 如果它尽快升不上去 可能13,600的水平 其实它仍然可以判断为 它的图表是相对比较弱的 它进一步是要有所调整 利益也是一个 在短期来说 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 我们是说那些事情 包括什么罢工 或者债务上限那些 在长期来说的影响 是接近零的 但是在短线里面 是配合了市场的心理脆弱 你继续是发烤 到时它不知道 借什么新闻到时跌下去 你根本分不清 究竟是因为债务上限的问题 或者是通胀的问题 是 如果这么说 第四季美股投资 你还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者大家继续保守 还是有个别概念 或者个股 是你会相对看好 短期来说 我觉得 应该是 可能是保守少少 应该保守少少 这个也尽量地 无论在正股 或者期权的组合里面 不要做到 仓位是旁大到 是原来一回五百点 你都受不了的 那些水平 因为始终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不同场合里面 特别是 在今年美股的低位 其实我自己这一边 我朱sir 或者我学校车路 那边 都很emphasize on美股的investment 那边 而事后看的角度 也是哪个正确 即使 achieve了这件事也好 还是我不想骗你 我想你明白一件事 就是当美股一进入调整浪的时候 哪怕是那些表面最正常的 mega cap的股份 它回吐的力度 都可以是比较大一点的 甚至就是说 如果它真的兼回的时候 大家要明白 我们美股是累積了比较大的升幅 但是港股是累積了很大的跌幅 大家是同样的 这个你明白 那 它累積到跌幅极硬的时候 可能你会见到一个很tricky的奇境 就是说 之后的美股继续回 但是港股又不是很回的 你以为 因为其实很多香港人 已经完全适应了 已经当成为日常生活习惯了 这个习惯就是什么呢 就是外国升 我们不升 外国跌我们必跌 就是一个必字 这个必然的必 这个 但是这件事是昔日很多时候 这样发生的 但是你想想 在一个时间里面 如果是太傾側 100%的人就说 行了 我被受伤过100次 我知道了 你这次美股回 我会不会做美股 我不会做美股 我会做港股 反正大家一起抱着死 这个 你太多人这样想 它只要不但不跌 向上升600点这么大巴 就可以玩残利了 这个OK 那变了就是说 在这一阵 我到湾最后就迟了一个 未必是真的必然的看法 我想 就是勸喻 就是说 是特别是做淡的朋友 在港股 你没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证据 甚至就是 你不要逆着市 万一你都看不上 就说 为什么 没理由的 为什么美股每次跌都跌 为什么现在美股跌 我的仓还在 100点 100点 怎么会被人夹的 幻觉 现在你一发脾气 你一加码 那一下 如果现在再次有证明 就是说 是啊 你们一百次被我玩完 然后你以为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相反跟你玩一次 那你会很痛苦 你人生会很痛苦 而且我这样的港肺 都未必没有道理 因为你要记住 其实在市况里面 我流曲的走势十多天 对大户来的 我真的有什么所谓 是不是 这个没所谓 我知道长期的趋势 可能是向下跌 我短期十几天 哇 淡猪很肥 先玩一下你 玩你十几天有什么问题 加上在玩你那一刻 你现在是夹着两个敏感时辰 即这两个敏感时辰 他玩完你都会说 你明知两个时辰敏感 我玩你 你耐得我什么河 第一个敏感时辰 现在是旗杰 旗杰通常走势很敏感 或者是很反复 很激烈 而第二就是 刚才我们也说过 这个是有十一场假期 十一场假期 就是北水墓的情况之下 钱是代表那么少 钱代表那么少 不代表他一定有沽压 就是因为钱是少 如果我看到 钱少得来 整个市场全量都是淡仓的 这个 那我用北水又不离 那我用少少借机 可以浪市场上去的话 只要杀六八点到八点 我杀杀你全部淡仓的 这个又炸不几开心 那变了就是说 在这样的这两个关节 他随时跟你玩相反 其实真的有可能 那变了我会觉得 在这么敏感的时段里面 现在就算你很不喜欢港股 你万一是做大 你就是3C 或者是价位要看紧一点 特别就是说 如果真的看到美股 再继续回 还是港股一滴都不回的话 那这个对淡仓 不是一个好信号